每天吃一瓜 风皮姐巴巴巴 由陈晓 徐凯 宋伟龙来看 于正在选男人这块是有几把刷子的 所以尽管王行月客观上也不丑 但仍然逃不了被嘴的命运 最近只有网友 预测王行月是走了后门才被于正选上的 男演员想上于某某的戏 卷入一些逃色故事不可避免 否则也不会有于正被神态毒打 以及宋伟龙宁可被选藏 也要跟于正解约的故事了 但是王行月被于正望里挑一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毕竟文艺工作者通常有自己的宙思 而于正的成员皇后 就是现在已经半退圈的和圣明 恰好王行月就是一个精致版的和圣明 他被网友吐槽 鼻子就是跟和圣明一模一样的 于某某严选 一旦生怕就容易让粉丝屈媚 只能说希望王行月争气些 多靠角色长点滤镜出来吧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